当然,2024的选择是在全球上 而且是,年龄是一个问题 我是一个年龄的男人 在6岁的选择 美国年度记者协会晚宴 拜登当着所有记者面前 大开自己年龄玩笑 更是言语川普的新智年龄只有6岁 不过他恐怕怎么也没想到 在度过和记者愉快参序的一个晚上之后 隔天马上迎来民调震撼弹 根据CNN的最新一份民调显示 美国前总统川普有49%的支持率 超越拜登的43% 而有61%的民众认为拜登执政失败 反而有55%的民众认为川普执政是成功的 而盖洛普的最新一份民调 更是认证拜登是70年来最不受欢迎总统 因为根据盖洛普的调查显示 拜登上任后第13季平均施政满意度 仅仅只有38.7% 在盖洛普的民调史上垫底 CNN政治评论员分析 尽管多数的选民对于拜登的高龄是有所疑虑 但是不满的还是他的施政 尤其是不满拜登政府对加萨战事的处理态度 因为根据CNN的民调 有高达71%的选民 不认同拜登处理加萨战事的态度 35岁以下的年轻族群占多数高达了81% 就在拜登和记者参训的同一天 有许多挺巴勒斯坦民众 聚集在场外抗议拜登 及美国媒体报导战事不公平态度 此外拜登政府打算全面禁止Titalk 恐怕也让更多年轻选民 对他不满冲击民调 记得综合报道